大家好,今次的影片就... 等一下,我先看一看 錄音吧 今次的影片就說一下,很多人問 其實我都...成年多都五萬訂閱了 我有點感冒把聲音都在沙 這個我不要介意了 很多人問,怎樣拍片 其實這些基本的東西大家知道我不想教 拖成年都不特地說就是這個原因 這次就特地說一下,因為也有個原因 因為本來我的iPhone是因為要JB的關係 其實很早很早之前 我的Version一直保存在8.1 iOS 可想而知是多誇張 是夠到PK 我不是說不想upgrade 但問題是大家如果有JB開都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Apple是鎖了你這個... 最新是9.35 那可以JB好像是9.33還是32 我忘記了 但我本來想升到9.32 我發現是不行的 它是...它不知道怎樣鎖了你的東西 我發覺... 你又要回復你的iPhone 即是要用特殊方法 即是按住那個... 空鍵 然後再按那個... 錄機鍵 怎樣弄一大輪才可以... 入到那個安全模式 還是...如果你有JB 你玩開iPhone 你會知道我說什麼的 那我試過 但我覺得還是很煩很煩 那我心想... 其實為什麼JB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沒什麼用的 因為它裡面... 真的... 那個程式我要用的比較少 那我最緊要的... 最緊要的東西就是 我要開到這個iTune 即是因為我很多東西要在裡面拿 即是配合錄音的文件 我在... 蘋果錄...即是錄平大C 還有我是要拿回... 裡面的文件出來的時候 我就要用到這個iTune 其實等於是早期的iPhone 即是iPhone... 其實... 其實... 如果你是Android機 其實等於是一個... 你可以看回你電話裡面的資料 其實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iPhone就特別麻煩 大家知道 你有用開iPhone就知道有特別多東西搞的 是很麻煩的 但我發現原來iTune 即是... 就算你沒有JB 它都可以用到 但是有些程式真的不行的 即是會... 沒有得看回你的file 我這裡示範一下 嘩... 嘩... 啊... 那它這個... 我先說明先 它這個是一個... 國產的... 的程式 是大陸的 但是用不用就見仁見智了 那我對大陸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太抗拒的 說真的 因為... 嗯... 我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我用了很久 很多都陪我上大陸看漫畫網 看動畫 你都是用大陸網 說真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的圖片 你的片源在哪裡來呢 說真的 那這裡你發覺 文件共享這件事呢 正常你JB了 所有程式都可以進去 但現在你發覺很多都是進不回的 即是這個SHOU 那進不回是沒有意思 即是我拿不到裡面的影片出來 其實是浪費的 說真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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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Player這些一定可以的 如果你要放影片下去看 其實真的 嗯... 這些影片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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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結論就是... 我發覺就算升到最新的9.35 不用JB 我也是用到這個iTun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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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這個盤估 Потом 那... 那... 首先拍電的時候有兩個東西 那... 那一個就... Bio 那...... 就是... 有兩個主要角ellt 你去下載,所有風險我不負責 你被人找什麼道章,你自己活該,中毒那些不關我 它有兩個主要功能 文件管理,但現在只有錄音 之前所有文件都可以開到,現在沒辦法 但你仍然可以進去相片看照片 如果你說拍片,你按一下蘋果錄平大師 它會彈出來 這樣彈出來 留意一定要用WiFi 它有些設定,你要在iTunes 但這裡就... 但我不弄,因為我一弄就會看到電話號碼 因為iTunes第一頁就有電話號碼 所以不要弄太多 你自己再Google一下 即是怎樣弄這個iTunes,很簡單 是設定兩格,我忘記是哪兩格,因為很久了 這裡可以調畫質 通常我教這個,都是1080 iPhone Plus專用 這些就是聲音來源設備 遊戲質量高 你能夠衡量自己的電腦 然後輸出位置 就完成了 那你去iPhone那裡 因為你現在看不到我的畫面 那我就等等 那你現在看不到我的畫面 那它在錄音就OK了 那我這裡再弄一弄給大家看 你按完這個蘋果大師 即是你開完這個東西之後 那你iPhone那裡有這樣的東西在這裡 那你就按這個東西 然後按控制中心 然後這裡就右下這個位 那你就可以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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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控制中心 然後這裡就右下這個位 基本上一按下去 然後按完成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錄到 你現在 即是手機裡面的畫面 有聲音的 即是換你怪彈的 那些是可以有聲音的 那這個 那這裡有一顆 紅色按鈕就開始錄像 對了 那因為我怪彈 我一向多數 有聲音的 因為我多數是關於聲音 很煩 怪彈的音音 你聽得多 聽了年紀 你聽頭兩三個月 我已經不想再聽下去了 那現在按這個錄影鍵 就錄到 那這裡就不示範 給大家看了 那你有電腦 所以在電腦的情況下 要錄畫面 其實很簡單 即是按上下 那這個就是電腦 即是有電腦的情況下 你的錄影方法 好了 那接著就說一下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 放在街上 即是你不在家 但是我頂你 很煩 先出去 那你在街上 我以前用SHOU 但是我發現 我上升到9.35 之後就不行了 舊的程式不行了 其實之前很多人都說 用不回 即是用不到舊的SHOU 那我其實自己Google 其實說真的 你Google一下也有 契弟 那有新的SHOU 那你首先照舊開iTune 然後打SHOU 那你就會找到這個東西 iPhone App 然後按進去 留意這個Icon是彩色的 那下載 下載 這些不用教 然後你下載 然後你安裝了 iPhone的電話 然後這裡就要教 那你安裝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現在 即是這個東西 右下你看到 現在按住右下這個東西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是不行的 然後你就要上這個網子 你就要上這個網子 你自己抄吧 這個網子 i-e-m-u-l-a-t-o-r-s.com 然後拉到下面 你會看到這個Air 其實我不會讀 到現在我不會讀 S-H-O-U 那你明白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看到 拉到下面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你按進去 其實正常的download 那你就會看到 in-store 那你就裝了就可以了 裝了它 那你就裝了裝 裝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 右下這個東西 又會 Air 什麼東西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正常情況 按的時候 你按的話 是按不了的 它會不知彈了什麼 總之是 什麼安全理由 你是開不了的 那你這個時候按設定 設定 去一半 欸 死了 輔助使用 不是啊 死了我真的忘了怎麼搞 PK 啊 這個 哎 頂了 一般裡面有個描述 檔與裝置管理的 那你按這個 上面那兩個 不關事 你不用管了 按這個企業級app 這個 那你 不是拆除的 正常來說 我忘記這句是什麼 總之你這句不知什麼 你按去按ok 即是按可以 那這個app就會用到的 那你按進去這個app 同意 那你就可以直接直播 我不會直播 那你按六按就ok了 六按 那這個很麻煩 你要選定那個 打直拍還是打橫拍 對啦 這個是你要先選定的 那之後就不會再幫你自動轉 那其實這個是 我建議打直好一點 打直拍 即是你打直打橫 你事後可以用威力導演 其他所有剪片程式自己改 這個不難 不是難事 但唯有打直才可以全體拍攝 那這個分辨率 可以教你的分辨率 教你的分辨率 教你的iPhone6都ok了 按你們可以輸入檔案名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那麼按按下一個 那這個時候 那它就會彈出這個畫面 那還是那句 那你也是那句 但是在這裡我一按了 你就會看不到畫面 對了 這裡還是按這個位置 那是 這裡有多個Air Zoom 然後是CW17的iPhone 當你按入第三欄的時候,它就會自動開始拍攝 這個就不示範,因為我按了,你看不到我的畫面 所以就不停給大家看 如果錄錄,你按停止,它就拍完 拍完的影片,它就會在首頁右上這個file 然後按進去,那這些影片就是你拍出來的影片 那我先播放看看是甚麼,我不知道 其實用法跟之前一樣,也是跟SKOU 這個操作上跟舊的app一樣 其實你也可以按保存到想冊,然後再分享 但是因為200多m,因為通常拍出來都比較大,你也很難這樣分享 多數都是這樣 那如果你拍完之後的影片,你要在哪裏 在電腦上怎樣拿出來呢,你就去itune按應用 那你見到這個是有文件共享,按進去 在這個document 那這些就是你剛剛拍出來的影片 那你可以這樣扯出桌面,電腦 那你就可以放在你的電腦上 那所以就非常簡單 那以上這兩個就是我自己的拍片程式 那一個就是在街上拍,即使你只有手機的情況下 那一個就是你在家的電腦上可以用這個itune直接拍攝 那兩種方法 那要留意,SHOU是拍不到聲音的,即是拍不到遊戲的聲音 這是一個缺點 所以你見到有時候怪彈片是會有背景音樂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那這就是我自己少少分享 那就是拍片的程式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觀眾有更好的itune,即iPhone的拍片程式 歡迎比較 那你見到那些app還在這裡,時鐘支援 那我不玩我都會放在這裡,放心 那其實你用Android機其實不用麻煩 我以前用這個Sony Z1的時候 我也是用那個M字頭的拍片程式 那如果選擇上比較多 可能有些要付錢,有些免費 那iPhone我覺得真的很少 比較少這些選擇 那我只有這兩個 那希望大家立志做Youtuber的朋友 就對你們有些幫助 希望就是這樣 那這次的影片我們先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拜拜